本地52所学校将在年底迎来新校长 当中有15人首次着升为校长 另外37人则是调任 教育部今天公布新一轮的校长委任与调换名单 5所小学和10所中学会有新校长总马上任 教育部指出定期委任和调动校长 有助校方以新的视角管理学校 同时也能让有经验的校长到不同的学校分享经验 共有5所初纪学院21所中学和26所小学将更换校长 华侨中学现任校长彭君豪将接替南洋初纪学院校长刘俊明 刘俊明则会调任维多利亚学校校长 校群督导林凤平将接任来佛市女中的校长 更换校长的小学则包括伊布拉新小学 重复学校和万瓷学校等 教育部将在今年12月28号举行委任仪式 教育部长陈正生将以主兵身份出席活动